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解放军海政文工团撤编宋祖英去向不明 中国官方媒体透露说解放军裁军与改革决定取消部队文工团的编制 解放军各种文工团相继解散 海军文工团日前被撤散 那么各文工团的人员去向还没有具体的透露 而海政歌舞团的团长宋祖英的去向更是引起了关注 据报道说海政文工团下设由海政歌舞团 海政歌剧团以及海政话剧团 其中海政的歌舞团在解放军大型晚会当中参演的人数是最多的 同时还曾多次的代表中国政府和解放军 通过组团或者是绥建的方式 先后到达美国俄罗斯日本朝鲜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访问演出 2006年5月中国知名的歌唱演员宋祖英出任海政歌舞团的副团长 主管歌舞级培养新人的业务 享受郑诗级干部的行政待遇 2013年的8月9号海政歌舞团内部大会宣布了该团新任领导班子 宋祖英出任海政歌舞团的团长 好再来看一下下一条 中国的官媒狠批娘炮 网民就猜测中秋晚会将踢走小鲜肉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严厉的批评娘炮 网民也掀起了对娘炮的讨论 显示很多人对娘炮其实是带有一些不是那么很好的感受的 那么中国央视近日对爆出的这个说中秋晚会可能对艺人要发出这个献娘令 尽管央视否认了 但是不少网民却支持要封杀这个美如化的小鲜肉 据法国的报道说 中国网络媒体近日就传出中国的这个央视在中秋晚会上 原本已经邀请了这个偶像练习生出道团体 但是现在呢 已经将他们的这个团体的名字删除了 那么受到这个献娘令影响的可能还包括陆寒 还有陆续登上过春晚的TFBOYS 另外据成都商报联系央视的这个中秋晚会导演组 相关人士就表示说不清楚此类的事件 圈内人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要求所谓的献娘令 应该说是不属实的 但央视拒绝问题艺人和劣迹艺人的态度却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舆论近来不断的为声讨娘炮造势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先后加入了讨论 据报道献娘令遭到否认之后 中国民众也纷纷在网上发表了看法 有人说支持献娘令说要封杀掉的比较好 也有人挖苦说呢 反正央视的晚会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另外有媒体评论人问 另外有这个媒体的评论人就认为呢 中国官方媒体向来都是直取官方造假 不许民众低俗 中国邀请华尔街的高管来支招改善美中的关系 中国邀请美国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的主管们 本周末到北京去聚会一天 来讨论如何构筑美中关系 并且进一步的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 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在9月16号星期天的会议之后 华尔街公司的主管们还将在星期一会晤中国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被称为救火队长的王岐山 在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这个期间呢 主管中美的贸易 但这一次美中贸易纠纷当中 王岐山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直接的出面处理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 预计在星期一的会晤当中 贸易战将会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 那么中国发起的这次中美金融援助会议 是由中国的央行前行长周小川 和高盛前总裁约翰·桑顿担任联合主席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两个人已经与预讳者在如何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上 提出了一两个具体的建议 此外呢 预计者还被要求要在如何构筑 造福与两国和世界的美中关系的问题上 向北京提出建议 一位消息是对路透社表示说 中国不希望只提一些让大家觉得良好的建议 建议必须是具体的 而且可行的 中国官员将在会议期间 向美国预讳的主管表态 中国是诚心诚意的要开放金融市场 受邀参加下周活动的美方高管 包括黑石集团的董事长苏世民 以及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 还有摩根史丹利的主管和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 由于中国几个星期之前才仓促的向这些高管们发出了邀请 所以许多受邀的人无法出席 其中就包括黑石集团的董事长苏世民 马杜罗到访北京 习近平或应邀再撒币 委内尔拉的总统马杜罗开启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但该国的副总统已经在中国访问多日 一般认为马杜罗深陷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 急需得到经济的援助 中国与委内尔拉已经签订了大宗的投资和贷款的协议 但是该国超过百分之万以上的通货膨胀率 促使马杜罗再度请求中国援助 据法国的报道说 委内尔拉的总统马杜罗昨天傍晚的时候就抵达了北京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而该国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在中国访问 行程还没有结束 舆论认为委内尔拉经济正面临崩溃的边缘 正副总统接踵而来显然是希望中国在这个时候出手相助 报道认为位于美国后院且立场反美的委内尔拉 一直被北京视为是盟友 由于习近平刚在本月初中非合作论坛上大撒币 宣布对非洲高达6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惹中国民众在网上大表不满 现在委内尔拉又来要钱 以再一次引发网民的热议 不少民众对中国又要大撒币 哀叹不休 目前香港的这个政治环境已经是受到了一度又一度的打压 但是澳门的这个政治环境也慢慢的在开始收紧了 澳门示威集会要向警方来申请 评论认为这是倒行逆施 澳门新的这个条例实施了 任何人如果要在公共场所举行这个集会或者示威 通知对象由民政总署转为了向治安警察局的局长 警方更有权利来反对和对示威者施加一些限制 民主派的人士就批评说当局此举 是把公民的集会权转移为一种治安问题 是倒行逆施 守法靠近中国 并且预料新的条例实施之后 反对政府的声音会减少 据报道说由昨天起开始生效的集会权以及示威权的这个修订法律定名 当中包括要求示威集会的地点要与政府机关立法会 中央驻港驻澳的这个机构和外国驻澳的代表处保持一定的距离 修订前的这个法例呢是1993年起实施的 当时示威集会人士只需要 知会民政总署的管理会主席在由民政当局转告警方做出准备和配合 澳门行政法务司的司长陈海帆提交法案时就强调 修例只是职权的转移 指政府会从严处理或加强这个镇压的评论是过度的解读 不过民主派的这个议员吴国昌不认同政府的解释 指示威集会是公民的权利 由民政署负责是协调公共空间的使用 但是由警方来处理呢 则明显的把集会视为了一种治安问题 日后一定会从严来处理 另外青年运力的这个董事长 青年动力的董事长李国强也指出说 在一个公民社会市民是可以通过集会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这应该是家常便饭 政府不应该害怕监督 但政府新的条例明显是想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不想听取反对的声音 方式日益的类似于中国的管理模式 好 接下来看一条 中国简报 欧盟扩大调查浙江产的心脏降压药已存在致癌物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欧盟正在调查中国血压心脏药物中含的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 中国浙江华海药业生产的抗高血压的药物当中有斜沙坦 在今年被发现含有微量的N亚硝酸二甲胺 那么这种物质可能是致癌物 出现这种物质是因2012年生产工艺有所改变 这一发现也触发了截沙坦在50多个国家被召回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上一时段中国新闻的播报情况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带您来看到今天的主要内容 北京当局表示新疆没有再教育营 而是职讯中心 对于新疆人权问题 美国考虑寄出制裁 日前习近平到俄罗斯参加论坛 但却缺席中俄军演专家怎么说 稍后带您来看 外资加油站首度进入中国 对当地的油品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最后我们来看到中国最新的禁词 竟然是私营经济退场 立刻带您来关心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 新疆的人权问题备受关注 特别是最近有关新疆大批关押 维吾尔和穆斯林的指控 引发国际关注和指责 华府甚至考虑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实体 采取惩罚措施 对于这些指控 北京当局昨天辩称 中国没有虐待新疆穆斯林 而是为了避免重蹈欧洲的复彻 对一些人进行培训 防止极端主义蔓延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权事务部处长李小军 在日内瓦否认新疆穆斯林受到虐待 他说中国的再教育中心 并非是拘押或是再教育营 而是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 要让孩子毕业之后到职业训练学校获得更好的技能 李小军认为就算中国的做法不是最好的办法 也是应对伊斯兰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必要办法 他更与待讽刺的批评包含比利时和巴黎等 曾经遭到恐攻的欧洲国家 就是因为未能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 才会发生如此的惨剧 对于中国在新疆的镇压作为 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参议员卢比奥 以及众议员史密斯12号致函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敦促扩大美国政府的对中国出口限制实体名单 包含中国政府和国家安全实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以及任何从扩大该地区安全支出中获利的企业 另一方面美国助理国务卿辛赫 也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 政府正注意相关情势 如果有需要手上还握有用来遏制 世界各地侵害人权行为的 全球马尼次机法可以运用 号称冷战后俄罗斯举办规模最大的军演 东方201811号正式拉开序幕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 检阅了参加军演的中俄和蒙古军队 但前一天还跟普京献身 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和蒙古总统 都缺席了军演检阅 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 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结束之后 普京立刻抵达后贝尔边疆区的楚戈尔练习场 检阅参与东方2018军演的俄罗斯 中国和蒙古军队 中国和蒙古的最高领导人都缺席了这场活动 改派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联合参谋部副部长 邵元明以及蒙古军队的一名旅长 陪同普京参加 美国之音分析 习近平之所以缺席 显示他有意与普京保持距离 报道引述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得罪其他国家 中国虽然跟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摩擦不断 但俄罗斯却与邻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大打出手 北京担心中俄军事合作如果走得太近 可能会让中国丧失别人的信任 专家认为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 而跟整个北约集团对抗 同样的道理 俄罗斯也不想因为中国而破坏他跟越南 以及中国其他邻国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俄联合军演的政治作秀色彩 远大于实质的军事意义 中国油价不断攀升 民生物价蠢蠢欲动 美国老牌企业海湾石油加油站 9月8号在广州开业 夹带着超低油价和众多额外优惠而来 在当地掀起了消费热潮 吸引车主排队加油 大家都在看这一次全国首家外资加油站进驻 能不能打破中国稳如泰山的高油价 排队人潮万头窜动 一辆辆汽车在加油站前排起长龙等待加油 画面上看到的是位于广州的海湾加油站 受惠于7月28日实施的新版外资负面清单 取消了外资连锁加油站超过30家 需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海湾石油成了第一家在中国落户的美国加油站 海湾加油站开业当天 就打出了92号汽油每升5.96元人民币 95汽油每升6.59元的促销价 比起中石油中石化等国营油价 平均每升7.56元便宜了将近两成 再加上有免费洗车充值优惠等服务 吸引不少车主钱去加油 虽然这样的优惠价格只持续了几天 却足以引起民众对中国高油价的不满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2008年3月国际原油每桶价格147美元 中国的油价约为每升6.3元人民币 10年之后国际原油价格跌破了每桶80美元 但中国的油价却上升到了每升7.5元 北京经济学者胡新斗受访时表示 外资加油站进入中国是一个开始 希望随着规模的扩大 逐渐能够打破两桶油 也就是中石油和中石化 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根据了解 海湾加油站计划在未来10年之内 在中国开设1000至2000家加油站 而英国石油公司也宣布 未来5年将在中国新增1000座加油站 外资加油站的进驻 渴望缓解中国节节攀升的高油价 最后看到这位一夜之间 变成网红的金融界人士吴小平 日前他发文评论 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应该开始逐渐退场 这篇文章虽然很快地就被删除 但引发的争论依然持续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表示 虽然目前中国人需要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但是他也不认言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其实就是消灭私有制 胡锡进认为在社会主义初期的阶段 中国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 来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这是民营经济目前的阶段性任务 他观察到有不少人担心国进民退 这时候拿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对着现实经济讲话 反而会乱了现实经济的现况 胡锡进强调 别人说几句话并不代表官方态度 中国经济需要均衡发展 公司经济应各展所长 事实上不止胡锡进批评吴小平 这篇呼吁私营经济退场的文章一出来 立刻引起各界的议论 很快地中国各大门户网站 已经找不到这篇原文了 取而代之的是官媒的批评 外界对于这篇文章的出台背景 更有各种的猜测 质疑吴小平是突发奇想 哗众取宠 还是说探到了高层的口风 急着抢投工 不过要求私有经济退场的 吴小平并非第一人 今年1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周星成教授 就曾经在党媒发表文章表示 共产党理论可以南瓜成一句话 也就是消灭私有志 当时这篇文章也在中国网路上 引起轩然大波 现在吴小平发表类似的言论 招致批评也是可以想见的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中国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 中国各地的嘴新消息 简报一开始来关心中美贸易战 日前川普没有第一时间 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反而宣称要再给北京一个机会 邀请重启贸易谈判 被外界视为是化解良机 但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却主张 贸易战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舆论四起对政府产生压力 再加上11月的其中选举逼近 白宫焦虑不断上升 势必要做出反应 对此中国应该要继续拖 完全不需要急着达成协议 要证明自己的关税承受力胜于美方 只要把这关挺过去 这场仗就赢一半了 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呼声高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昨天抛出三个不能丢原则 包含世贸组织的核心价值 和基本原则不能丢 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不能丢 以及协商一致的精神不能丢 强调支持自由贸易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保护主义 不能开历史倒车 再来看到中国一名初中异业生 将自己包装成政商界的百亿富豪 官媒上当还争相报导 真名山东17岁少年名叫史润龙 在微博上谎称自己哈佛大学毕业 将自己穿西装打领带的照片 跟美国总统川普等政商各国的名流合照 后制出合成照发布 还说自己是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的处长 甚至假借官媒新华网之名 虚构新华网评发布多篇的处长发言 提及自己是扶贫英雄 但最终只包不住火 目前少年的微博账号被注销 警方也正在深入调查当中 最后看到有峨眉天下秀 武侠小说圣山美玉的中国峨眉山 近日来频传有民众跳崖事件 中国网易报导 9月4日一位来自湖南的21岁少女 从峨眉山一跃而下 更早之前的8月26日 一名22岁的旅客传讯息说 她要跳舍身崖 从此失去联系 本周更有游客拍到一名男子跨越护栏 从峨眉山金顶跳下去 相关负责人表示 已经加强安全措施 立了警示牌 希望能够达到防堵之效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 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 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是九月十三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一天 对于50岁以上的很多中国人来讲 今天是改变他们思想 改变他们的 甚至命运的关键的一天 虽然有一些人到了很长时间以后 才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那一天是1971年9月13号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宣法所清定的 所决定的 写进宣法的党和国家的接班人 林彪副统帅出事了 而且是在成都一个飞机 离开了中国的国境 它的飞机后来坠毁了 飞机上的人都全部死亡 这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的很重要的一个名 很多的细节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揭开 今天有网友一早就提醒我 你们今天有没有做913的节目 其实我们明镜火拍 明镜历史频道 关于林彪事件 甚至关于913这一天 那节目是非常之多 所以我们的小编 随便就找到了四五个 关于913这一天的很多视频 实际上明镜可能是海外的媒体 或者是海外的新闻出版机构 出版和研究林彪方面的剧作和文章 可能是最多的一个单位 所以书就应该出了十几本还是二十本 研讨会也开了很多次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关键性的细节 还是没有被追究出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 还有很多秘密档案 要么就是被销毁了 要么就是还隐藏在 中共的历史的黑箱之中 当然大概的现象 即算是没有这些文件 大家都很清楚 副统帅和统帅干起来了 这一天使大家改变了对中国未来的想象 改变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甚至改变了对毛泽东 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 万万色的领袖的看法 所以很多人觉得 这一天应该是 让中国人反思的一天 事实上 在人类的政治史上 只要不是民主的制度 或者不是真正的民主的制度 就是半民主的制度 不完整的民主制度 他的政治的转型 最艰难的 或者是政治生活中间 最残酷的斗争 就是接班人的斗争 或者是 主帅和副主帅 副主帅 副主帅之间的斗争 我们知道 罗马早期是民主的体制 就是元老院 有很大的 对行政长官 有很大的牵制性的作用 执行官 最高执行官 只是元老院的行政执行者而已 但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把元老院的功能给汇取了 这个恰恰是 把罗马送上了 最非一方顶尖的人物 凯撒 西撒 他改变了 罗马的民主体制 然后最终的结果是 他被自己 本来所亲定的接班人 给杀掉了 很多的 这个体制 和国家 和政体 在演变的过程中 发生了无数起 这样的官天政变 要么就是用革命的形式 要么就是用正变的形式 来去 解决这个 政治的不平衡问题 民主制度的好处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通过一个比较公开的游戏规则 虽然也有权力斗争 像今天 美国的权力斗争非常明显 支持川普的 和反川普的 各不相样 但是呢 美国有基本上运行的机制 有基本上的法律基础 所以呢 即算是有一天 川普被弹劾了 那么呢 美国的政治还有一点的关系 如果川普不被弹劾 他的行为仍然要受到 很大的法治的志愿 虽然他在国会 如果他继续能够通过集中选举以后 能够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那么他个人的权力 确实会进一步膨胀 而且呢 国会对他能够形成多大的牵制的作用 其实从共和党内部也很难说 因为有时候 这个 政治的这个 这个态势的法治 它的力量 会集成一些制度 而民主制度 本身也不是那么真正 向大家所想象的 坚强的 但是 美国的历史 和最近几十年 澳美民主政体的历史 大体上显示出来了 民主制度 是一种最文明的解决权力斗争 的一种机制 也是比较公平的 能够让民众参与政治 或者是委托政客们 职业政客们 去行使权力的 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 那么其他的体制 要么就是通过政变 要么就是政客 主动的推动 变改 那还有可能会和平 那么 即算是 左向的和平变改 但是由于 专制体制本身积累了 太多的问题 所以 使民主转型以后 能不能持续的和平下去 或者能不能一时消化 消化原来 专制政治所积累的问题 这个很难说 我刚才说 我刚才讲到了 凯撒被副手给出卖 即算是 那是公元前的一个历史 就是上个世纪 非常严密的 精密的 非常团结的 拿策政权 希特雷的副手 赫斯 你看 他赫斯当年 还是希特雷的上司 赫斯 下世的时候 赫斯已经是 真士了 已经是中尉了 那么到了监狱的时候 当时候做监狱的时候 希特雷已经有了 一点名气 但是在监狱的时候 希特雷能够写去 后来他的最重要的 政治剧作 《我的奋斗》 这可是书的名字 不叫《奋斗》 什么四年啊 什么玩意的 反正书名又长又臭 希特雷本身呢 文弊也不是那么好 真正帮助他完成这本书的 这个剧作人就是他的全面战友 赫斯 可以说他是私人秘书 赫斯因为他很有政治修养 也有这支学文 他的好朋友里面 就有大学的教授 专门从地缘政治研究的 这个对他后来的行为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赫斯是什么人呢 赫斯是德国的 不管部部长 就除了外交事务 除了外交事务 除了一般性的军队事务 就是外交和军队以外的一般事务 基本上权力都是在赫斯手中 他是副元首 是清定了接班人 权力之大 你可以想见 地位之高 你可以想见 但是在1941年吧 在德国最鼎盛的时期 他架着一个飞机 飞到了英国 当时还把农民给救起来 然后当时不够想象 那个时候 拿贼还是很厉害 他居然举张 英国和德国联手在一起 来统治这个世界 我前面讲了 因为他深受地位政治的影响 他认为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民族 就应该是瓜分天下 他很天真 甚至有点犯觉 甚至有人说 他是不是精神吃伤呢 后来拿贼就这样去攻击他 去诬陷他 实际上他是比较天真 有趣的是 英国并没有把他当回事 结果的是 他在英国并没有被重用 到了二战以后 他还被判刑 40多年的监狱的森严 其实不仅是 拉塞尔那在台湾 中华民国也是这样的 你看到蒋介石时期 有一个最重要的 政治明星人物之一吧 吴国珍 那个时候 美国很器重 吴国珍 因为吴国珍普通塞尔大学毕业了 博士 一批年轻的博士 成为了 蒋介石的重要成员 这批人是年轻 气壮 而且又有学习 学识上的背景 有时候都把蒋介石都不看在眼里 吴国珍当过上海市长 后来在美国的建议之下 他取得成呈 成为了台湾省的主席 后来权力一步一步膨胀 膨胀 要跟蒋介石开始较量了 蒋介石要给他一个行政院长 他都不愿意当 后来就是 离开了台湾 蒋介石和 陈正安去送他 到危机上去送他 把他的儿子给靠下来 作为人质 没想到吴国珍到了美国以后 因为有美国人做后台 所以根本就开始跟蒋介石 进行公开的 较量 后来蒋介石 软下来了 让他的儿子也离开了台湾 吴国珍后来是成为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顾问 一个编辑 他还有一份工作是在 乔治亚州 一个大学里面当教授 他比较有趣的是 我觉得 最近呢 我去访问江南的一双 蔡英俊女士 也讨论到了吴国珍的事情 因为吴国珍 他由于对台湾的政治 掌握的程度 是非常的惊喜 可以说掌握很多的机密 虽然当时时代周刊 《纽约时报》 《芝加哥论坛》 很多报纸都报道了他一些观点 一些看法 一些回应 一些批评文章 但是要把它完整系统的写成一本书 那对蒋介石的影响非常之大 但是呢 一直没人去帮他写 因为江南 在1984年 一初二是什么时候去访问过 吴国珍 结果几个月以后 吴国珍是在 1984年6月 应该是6月15号 在家里面突然去去世了 好像是86岁 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 但是四个月以后 江南被暗杀掉了 江南被暗杀 一般来讲 就认为是 他写了《奖金合尔传》 那么 崔英俊女士也是这么认为 他当时候 江南自杀的那一天 他就拿到那个书 他这次跟我说 就是这本书 那本书是《奖金国传》 那《奖金国传》已经出版了 你这个时候去杀他 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所以有些人的怀疑 实际上 江南 是准备写吴国珍传 这个是使他的引起杀身之火 但是呢 吴国珍的死和江南的死 有什么样的连接关系 很少有连接在一起 但是我最近访问这个 蔡英俊女士以后 我有所疑合 有所疑合 我希望对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人 跟今天我就追查一下 吴国珍的死 是不是这个 和江南的死之间 有没有关联 你看吴国珍 当年这么一个政治心情 跟老蒋一闹起来 就逃跑了 他还算好 逃跑成功 当然吴国珍到了美国以后 就实际上成为一个政治教授 他的政治森演就结束了 当一个编辑 但是很多人逃跑以后 都没有得到中英 我刚才讲的荷尔斯 没有得到中英 还有一位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张国陶 他是说当年的陕甘营边区的中英政府 还是叫什么 苏维埃什么什么政府的副主席 有人也可以说叫队主席 名义上是这么一个职务 但是实际上 他是真正一个 可以跟毛泽东进行较量的这么一个人物 毛泽东曾经跟斯洛和徐一讲过 他说他人生之间最黑暗的阶段 就是跟张国陶的斗争 张国陶差一点把他干掉了 这段说法 准不准确 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不管怎么样 张国陶后来忍不下去了 斗不下去了 逃跑 跑到汉口 跑到汉口 中英来 还有李克隆 是不是李克隆忘了这个事件 去劝他 他还是不愿意回去了 你们就最好破门 破门这个词就是 你就把我开去算了 哎呀 到了老蒋这个地方 老蒋也跟英国一样的 也没有把张国陶当回事 张国陶就搞情报工作 哎呀 张国陶就用搞情报工作 没有搞得去什么名堂 后来也没有去台湾 就是在香港这么待下来 待下来以后觉得更能难 还是太可怕了 跑到加拿大 跑到加拿大 跑到加拿大是 我忘了是七一年还是七六年去世的 如果是七一年 那就正好是这个 林彪事件 如果是七六年 那不正好跟毛泽东死差不多 还是七五年 我具体忘记了 但是我知道 他安葬在多伦多的斯卡堡 在一个养老院去世 那是很正常的 有人把他讲的是天津冷啊 非常的悲惨 不是 他有三个孩子 有的是在美国 有的是在加拿大 我觉得他晚年啊 虽然没有政治上的风光 但是呢 他至少 安静的 离开人间 晚年生活的 还比较的 安逸 比较幸福 那就他比较准确的预测到了 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而且比较准确的预测了 毛泽东会搞独裁 而且会准确的预测了 邓小平会服出 因为他都是了解他的战友嘛 但是留在毛泽东上边的人 当你一起干这个 帮着毛泽东去干这个张国陶的人 后来慢慢慢慢成为 毛泽东的副手的人 一个一个命运的很悲惨 对吧 张国陶 是被 借毛泽东之手 就干掉了高刚 后来干高刚的刘少奇 又被林彪这批人给干掉 然后林彪这批人 又被周恩来一些势力 和其他一些势力 加上毛泽东势力 又联合了几组 那么 周恩来 自己本人 虽然好像是一个不倒温 但实际上他的日子过得 非常的 紧紧张张 紧紧张张 紧张兮兮 听说他要去动手术的时候 怕自己死了 或者是自己怎么样 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毛泽东的人 因为他知道 哎哟 这样一个角色 随时都可能会本身碎国 所以我讲到了 从历史上看 任何的政体 不管它是多么团结也好 多么强大也好 或者是革命时期也好 它都有一个基本上的特征 就是政治的阴谋轨迹 政治的政变的因素 一是在成长 一是在某一个角落里面在培育 说不定哪天 就大家完全屈服意料之外的会发生了 只有发生以后 大家就说 哎哟 真的有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呢 人们对这个专制国家的政治上的 任何的蛛丝马迹都特别的紧张 有时候特别的放大 有时候就做出很多的 示范的判断出来 这也就是今天很多人 在今年七月份 所发生的所谓的 网络上流传的政变 所谓的元老的这些 要上述习近平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说法 被一些人给夸大 放大 我做了好几次很澄清 做了好几次我的分析 那么 其实很快就是显示出来 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不大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 这些信息所显示出来的政治含义 没有达到一个政变的阶段 但是绝对不等于说 中国未来的政治的变化 不是以政治正变的方式来完成它 我觉得 如果不进行一个政治体制的变改 不管是主动的政治体制变改 还是一个被动的 在压力之下的一个政治体制的变改 总之 只要不进行政治变改 那么中国的政变 就会随时在某一个阶段 或者是某一个角落里面 它就可以发生 那谁跟谁发生政治的斗争和政变呢 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 是最亲密的战友 我就讲嘛 凯撒的这个 这个前妇的孩子 对不对 而且 长期是对政治的 对他那么大的帮助的孩子 对吧 全力的接班人 居然后来把他 杀死了 一起参与跟元老一批人 把他给捅死了 对不对 那政变的发生 往往都是亲密战友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 习近平现在有没有什么亲密战友呢 从目前看起来 我们不知道 对吧 这个元老门 我认为他们是没什么力量 心色的这些人 现在 也很 也看不出来 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有成长起来 能够跟习近平较量天下的 就是这个王岐山 但是王岐山 他毕竟没有法统上的地位 而且呢 他虽然有一些人马 从地方到中央 或者是通过继委这种方式 他要安撒到自己的人马 但是这些人马 和习近平掌握军权 掌握警察 掌握特务系统 还是不在一个量级上 而且他们两个人 这个关系 是哪一种方式 是大家讲的 让他当一个副主席 是把他降服了 让他放到这么一个干干的位置上 把他套住 对吧 如果完全让你退休了 我可能还管不了你 对不对 让你当一个副主席 我还可以控制你 对不对 要你遵守这个规矩 要你遵守这个规矩 而这个副主席呢 你又不是政治局常委 对吧 你是一个老八的这么一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个王八爷的位置 那么你这个 你九爷还差一点 对吧 这个 这个 我把你控制住 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就是 你看 这个王岐山 当这个纪委书记啊 搞得不好 还真是掌握了一些人的资料 那些人没办法 只好要王岐山 你看 其他人都退下来 他当一个副主席 对吧 你看 其他人都退下来 他现在还在这个台上 而且这个职务吧 也可以进 也可以退 也可以虚 也可以实 因为实对你真正主席不行了 他可以有一个取代的法律的基础 虚的话 他反正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虚子 所以他虚虚实实啊 可以有这么一个角色 当然这是从现在的条件之下 所看到的 中国的政治变化的两个可以较量的力量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发生 或者说过去年发生 如果习近平 他现在取消了这个任期制 要搞真身制 如果他真正真身制起来 那毫无疑问的 只要不把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 某一天一定会发生成变 只是形式我们不知道 方式我们不知道 是人 是谁 我们不知道 现在只看到 王吉桑有一些权力 过来下一届 王吉桑就会下去了 如果江泽 习近平比较顺利的话 对吧 那他下去了的话 那习近平就变成了 独一无二的老大了 但是问题是 在他新的接班群里面 谁最终他要选一个接班人呢 因为你最终身制的人 他就 他整得选一个接班人了 接班人会互相掐 然后接班人互相掐的 另一方可能得不到 觉得没有机会的人 可能会把你 政变掉 或者说呢 你给他签订了接班人的人 觉得 我等的时间太长了 联手别人的力量把你政变掉 因为 只要中国不走向政治 民主化 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强大 经济力量多强 对社会的控制有多么灵灭 政变就是天天潜伏在那个地方 好 今天的电电电电视就点到这里 好 好 本大家 会来 好的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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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香港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潘毅先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说8月24号凌晨 全副武装的广东警察闯进了广东惠州一间出租屋 还在睡梦当中的50多位家事声援团成员统统被驾走 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深圳家事工潮以及他们的声援行动也就此悲壮的结束了 这个所谓警察采取的这种清场行动这个动作当然是非常霹雳的 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他们都是来自其他的地方 包含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名校的学生 还有一些是工人还有其他的维权人士 按照中国官媒现在的报道说 深圳家事工潮是工人受到境外势力组织和煽动之后 寻衅滋事的结果 那么到现在为止根据声援团所发布的名单 这些学生还有来声援的人士 有的是失去联系 那么可能现在警察在问话 有的遭到了刑事拘留 还有的被限制居住 那么现在整个的情况还没有到尘埃落定 好了但是你看这个官方的用语 又是境外势力 又是寻衅滋事 仿佛在中国官媒的眼里 中国工人自己不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或者有自发的精神 要和资方来有所对抗 只能凭借这个外面的力量 或者说根本动机就是要来惹事的 其实他们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官媒报道里 和在这个民间所传播的各样讯息 以及你到现场去看 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家世科技公司违反劳动法规在先 但是在官媒里面看不到 工人是依照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来组织工会 这是一种自发的行动 官媒里看不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 包含左翼学生 包含群众 包含维权人士 他们来到现场的这个声援行动 是一种正义之举 但是呢 在官媒上也看不到 这篇文章作者潘亦 他是常年研究中国的劳工问题 他说呢 这一次的家世工潮应该是这样形容 就是工人自主筹建工会为核心的一个 这个诉求运动 并不是个别的激进工人一时恼热 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 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长久以来啊 很多工人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而这一次呢 他们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反抗 他们所寻求筹组工会 是本来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那么这一次学生和工人呢 所结合的这种力量 其实是左翼的力量重新抬头 这股力量会开启中国社会变革的全新篇章 大家知道中国这个改革开放40年缔造了中国奇迹 同时呢 也产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 中国的工人呢 偏手之足把这个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送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 可是呢 他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对待 包含老板们不签合同 拖欠工资 老板们呢 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啊 帮他们保险 然后呢他们遭遇到工业伤害的时候 求助无门 他们遭到裁员的时候 到哪里去寻下一个饭碗 还有呢就是工会 它的作用应该是保障工人权益的 但是工会没有扮演他应该有的角色 或者根本没有工会 还有呢 工检法部门原本是应该是站在中间的 两边都要兼顾到 可是呢 却发现工检法似乎是站在资方立场 所以呢 在中国的这个工人运动啊 早年的时候是追讨欠薪 还有呢就是发生了这个工业灾害啊 要求赔偿或者是这个工厂迁走了 如何给员工能够安置下来 还有呢就是这个对于公司所承诺的或者法律 所规定的 他们要给劳工的保险呢 这个没有做到 所以呢这个员工要求也要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等 这是早年 那么现在的情况不不太一样了 现在呢就是这个劳工自己还有他的家庭 他们在城市打工 他们是不是应该有子女入学的权利 是不是应该有就医住房的权利 那么这都是新的这些这个工会的团体啊 工人的团体还没有工会的时候所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也现在这个中国工人提出来的 不只是经济和社会诉求 而是自觉的提出了这个政治诉求 那么特别要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你看这一次啊 劳工这些这个声援团 他们举的毛泽东的头像 他们这个布条上写的工人无罪 这工人当然没有罪 这个如果有罪 那么工人呢就是天生的原罪 那就是他们被人欺负 他们是从资方没有办法来相抗衡的 然后呢这个又不让劳工组建工会 这个呢是工人现在出现的这个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他们最大的诉求 那么之所以会要来这个举着毛主席的头像呢 那这里边呢就有很深层的思考 因为呢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呢 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 贫富分化 还有阶级流动固化 也就是说年轻人本来应该是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 可是现在年轻人呢 一个就业难 一个薪资低 一个常常有这个极度的过劳 再有一个他们面对的城市里面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还有一个是让他们觉得 他这个阶级要往上走啊 是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呢他们现在会想起毛主席 就在这个9月9号 毛主席过世的纪念日 在韶山那个地方 这个声援团也到那里去举了布条 他们向毛主席致敬 为什么呢 他们说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为什么叫什么叫做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呢 那就是看看当年毛主席也是不但鼓励工会运动 而且是在长沙 这个发起了这个罢工运动 所以呢现在为什么这个潘毅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到是中国 现在是左翼重新兴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来这里这个家世声援团里面 很多是大学生 那么大学生他们呢 跟这个其他人一样啊 他有更深刻的思考啊 而在学校里面老师传道授业解惑 也是鼓励他们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们就想 是个体不努力使得这个阶级没有办法向上爬升吗 是这个一个天生的这个情况 使得这个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不能改变吗 或者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摆脱这样的集体困境呢 于是呢强调劳动价值 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探索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经典理论 这就成为现在年轻人呢 他们在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 探讨年轻人未来的出入 探讨中国未来的出入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就要举起毛泽东的这个头像 当然了 中国曾经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历史的时间呢并不长 这个物质遗产呢 也大多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留下的精神遗产呢 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啊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那么在这一次这个公朝当中啊 这个声援团里面 其实很多是具有这种左翼的信仰的 所以他们高谈毛泽东画像 他们高唱国际歌 他们强调 他们这个就是像毛主席当初的 这种面对社会不公 我们要勇敢反抗 我们要追求平等 人民群众 工农大众 是历史和进步的原动力 这样的这个历史的思维啊 推动了他们这一次的关注参与 还有支持这样子 这一次的这个家世学潮 当然了 大家知道 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所以呢 学生走上了街头 然后呢 工人 还有呢 关心社会发展的人 走上了街头 那么这个只是很不幸 后来遭到了这个严厉的残酷的打压 然而呢 这个人心不死啊 现在很多人 他们所面对的这种窘境 很多的工人 他们现在想到自己 为什么一直在这样的困境中间走不出来 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思维 他们呢 会想到 他们与其啊 就是这样子承认 或者是接受自己现在的处境 不如要想办法走出一条路来 那么这个毛主席有潜力在先 然后这个工人无罪 这是一个工人最重要的诉求 谁有罪 谁要负起社会责任来 组建工会是全世界的潮流 也是法律所赋予工人的权利 其实呢 也正是早年共产党啊 在这个中国人民心目中间 享有它的地位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诉求 你看这个国旗的五星红旗里边 那就是有这个工人在里边呢 早年你看这个镰刀斧头这个旗帜 这个斧头是什么 镰刀是什么 就是农人和工人呢 所以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家世的这个声援中间 虽然最后遭到了强力的清场 但是这个左翼啊 现在在这个中国的社会中间呢 重新又受到了大家的重视 好了 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谈谈是这个山西大同 这是所谓一个争议声中的剑拆器 剑是要兴建 拆是拆除 气是遭到了抛弃 还是废弃呢 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 这个一篇非常有深度的文章 说中国山西大同啊 他现在这个 已经是这个进入到了第十年了 就是他要从梅都转换为一个所谓的旅游之都 所以呢他就有了这个非常大规模的拆迁 中国的这个山西大同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就是他所生产的煤啊 他的这个品质 他的质量 他的蕴藏量的丰富啊 那都是在这个中国是高度的对这个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可是呢这个在2008年的时候 当这个耿燕波成为大同市长之后呢 大刀阔斧 说要把大同改造成一个旅游之都 于是呢他经积极的修建旅游景点 然后呢要这个在这个城市重新建起新面貌 好了这么一来呢 他这个就是一方面要让旅游资源的成为大家 吸引大家来到这个山西大同的重要的诉求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城市希望面目能够改造一心 于是呢大规模的拆迁工作 就这个在持续的相当长的时间 大同的人口大约有300万 结果就发现有50万人需要搬迁 这个过程中间就充满了争议 你想想今天你一个人要搬家 那是多大的事情 你要想到50万人 想到这样一个大都市里面有六分之一的人呢 他必须要搬迁 这个耿燕波所主导的大同改革过程啊 拍成了纪录片 然后呢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为什么呢 这就和中国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城市面貌改造 是一样的 那就是他是一个由上而下的强迫进行 这里边有没有公民参与 有没有这个政策的可持续性 你这个所谓的面貌改变 究竟对这个城市帮助有多大 这都是种种的疑问呢 让大家挥之不去 比方说这个大同很多居民呢 对耿燕波评价很高 他2013年调走的时候 还有人这个上街连树 还有人掉下眼泪 说他在这个大同啊 这个贡献非常卓著 但是呢 同样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在山西大同的这个所谓的城市改建 让很多这个 当时还没有用这个字眼了 但是就让我们想到这个低端人口 就让很多原本就生活很困难的人 从此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大同转型到现在十年了 这个旅游业呢 是不是成为 其实这个支撑大同的经济的主流呢 结果发现大同的这个负债率啊 依然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大同未来的走向是如何呢 这个BBC啊 就在最近访问了大同市的副市长 郭磊女士 这不容易啊 这个因为呢 这个郭磊女士啊 她这个很坦率的谈大同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说这个大同呢 在投资投资高端制造业 还有能源产业 希望产业更加多元化 郭磊女士啊 出生在内蒙古 今年50岁 在去年3月起担任大同副市长 在这之前呢 她是一直从事于中医学研究的 做过山西医学院学科办主任 那么常年在学术界的工作 所以呢 在这个政治界方面呢 她加入政界时间不长 就不像很多的这个政客要回避问题 反而是她很直接的 很坦率的面对争议 她说呢 这个现在这个在大同要努力的 就是旧的景点呢 质量要提升 很多景点原来比较粗糙 现在如何让她变得比较精致 还有呢 就是确实要取得广大群众的了解 很多古老的建筑啊 那这个必须要拆除 老百姓商家这个面临到拆迁的压力 所以呢 确实是很多人呢 她这个生活的生计都受到影响 还有很多人呢 她不愿意家园呢 就因此就抛弃了 你现在给她去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她是不是就很快的适应呢 所以呢 搬迁的工作结束了 老百姓心中的怨恨是不是结束了呢 在这个安置新的建筑物 新的据点的时候 结果发现呢 明月时报以前报道过 很多人她不愿意搬迁 很多人搬迁了不止一次 因为呢 搬到这里来 她觉得她跟她原先的这个生活环境 或者她要去上班 要工作这个地方距离太远 还有呢 很多时候政府要给她这个 这个款子 要这个拆迁的补偿 结果呢 一拖再拖 这里边呢 就引发了很多政府和民间之间的这个抱怨 那么这个郭磊讲啊 他说啊 民间的声音呢 很多这个情况之下 是影响到他个人利益 反应会比较强烈 政府的责任呢 就是要这个小之以大局 然后给他一些补偿 让他配合 让他满意 然后让大家取得共识 也就说明了这种这个城市 要改换面貌 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那你今天这个所谓重新造成 是不是呢 真的就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因为这种由上而下 是个所谓的一刀切的模式 这是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好模式呢 政府说这样好 但是谁来监督政府呢 政府说这样的这个做法呢 很快的就能够这个见到应有的效果 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谁能够为政府的这个决策背书呢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政府的决策 后来出了问题的时候 谁来负责呢 这个民主法治啊 它是一个相对的 也就是说今天政府要做这个事情 政府有这个权利做这个事情 政府也要为自己这个事情付出责任来呀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么山西大同当初啊 是为了在这种减少污染的情况之下 煤炭需求大幅下跌 所以煤矿大受打击 当面对经济下行的时候 这个在山西大同 它这个GDP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在山西省市倒数第几名 政府负债呢 这是这个跑到前头去了 在前年的时候 这个这个山西大同的债务啊 是280多亿人民币 它的债务率啊是105.5% 也就是说这个政府营收啊 它来支付债务啊 况且不急 所以呢 只好继续跟银行贷款 来这个偿还以前的这个欠款 于是呢 就开始想到了说这个旅游业 可以是为大同增加很多收入的 尤其是山 这个在山西大家知道 有很多这个古迹在那里 这个石佛 这就是这个非常受到这个观光客喜爱的 2017年的时候到大同的旅客人数 达到了5300万人次 这个收入啊 比2016年增加了30% 这个数字当然是很高了 这个效益呢 也应该会越来越明显 大家这个在山西 他很多就看我们这个画面上就确实是非常漂亮的 这样的景致在山西啊 有这个5年的10年的长期目标 那么这个投资呢 应该是逐渐的会有回报 会有一个良性循环 这个天蓝水绿 然后这个绿草缤纷 这都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山西 没有什么人要来参观煤矿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这些传统的这个古物 传统的经典 这都是能够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喜爱 也可以看看不但是古迹 也是文化 可是呢 这个观光旅游业在大同这个地方啊 他究竟能够让他的GDP啊 产生多大的这个效用啊 按照这个中国某些专家的说法是 很多城市发展旅游 那就看这个三亚 那根本就是这个旅游业是 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当地的产业 可是呢 后来带动经济发展的还是靠房地产 那么这个郭磊的讲法呢 他说这个山西的他大同现在所做的事情啊 一方面就是要来发展这个旅游业 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更新的产业 比方说新的能源产业 那么还有这个高科技产业 所以呢这个也许要更花一些时间能够看到成果 不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这样的一个拆 签 然后弃 弃呢就是把原先很多不要很多东西就不要了 这些这个不要的过程中间呢 有什么人受到伤害 有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 怎么样把这个愿对降到最低 这个是政府非常沉重的责任 或者说也是这个责任政治中间呢 不可逃避的这个成本 好了这个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中国衡阳的广场 无差别攻击案 已知已经有11人死亡 44人受伤 而且受伤的人中间还有好几位 他们的这个情况啊 是这个比较危机的 还在抢救当中 无南衡阳的恒东县 12号晚上发生重大的街头无差别攻击事件 这个地方呢 是在当地一个米江公园 这个米是三点水 一个这个稻米的米 米江公园广场 正在那个地方 很多人那个在那边跳练习广场舞 突然呢来了一辆这个高速行驶的休旅车 四处碾压 然后呢最后这个驾驶还跳下来 手上还拿着这个凶器 这个杀人 这种所谓无差别杀人呢 就是说他谁在他眼前 他就杀谁 结果造成了这个惨重的伤亡 这个根据中国的很多官媒报道啊 当地的警方啊 逮捕了一个54岁的汉族男性 说是姓杨 这个太阳的杨 然后呢具体的犯案动机啊 嫌犯的背景啊并不明朗 然后全案呢 目前定调为反社会报复事件 而不是恐怖攻击 那么这个犯案动机不明朗 凶贤背景不明朗 如何就能够定性是反社会报复行动 而不是恐怖攻击 这也是这个中国的特色了 好了 这是官媒啊 这个普遍的说法 哎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北京青年报那边呢 哎 讲了 说这个把这个名字也讲出来了 然后呢 当然车型了 大家本来就已经知道了 是一个land rover 是比较蓝路虎了 然后呢 这个警方很快的就把它给制服了 说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是不很清楚 那么这个造成这样的这个惨重伤亡啊 确实是让人非常痛心 你就想嘛 在那边这个跳广场舞都是这个 一般的市民嘛 也许大妈 也许这个大爷 也许也有年轻人在那个地方 说不定还有小朋友也在那边一起跳广场舞呢 所以当时呢就发现这个民众啊 当然是惊慌逃窜 很多人死伤倒在地上 当然这个还好 很快的救援也来了 那么这个还有这个警方也很快的就制止了 那么现在比较确定的说 这个犯案呢只有一个人 这个刚才讲到说是共青团所持有的北京青年报 它是一个独家披露 说这个嫌犯名字叫做杨赞云 说这个目前呢 他是这个失业阶段 然后说他有多项帮派和犯罪背景 然后说曾经因为伤害 贩毒 寻衅滋事 纵火 敲诈勒索等罪行多次入狱 这个呢就和其他所有的官媒不一样了 刚才不是讲吗 官媒说这个嫌犯的这个背景啊 什么都还不知道 唯独北京青年报有一个详细的报道 然后这个还讲到说 这去年8月就差不多刚好一年前吧 说呢他就因为再度寻衅滋事 被警方计压 然后在今年元月份 一审判决有突袭 有期徒刑一年半 18个月 好了算看看 从去年8月起 那么这个就算这个计压期间 也可以折抵刑期的话 18个月 那应该是要等到明年2月才能够出狱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为什么就已经停止计压 于是在外面又有机会犯下了如此可怕悲惨的刑案呢 这个在网友上已经引起诸多讨论 说这个人呢是不是应该是继续计压的 判刑之后呢 这个现在到底法律的程序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说呢他不是这个现在官媒说他是无业嘛 没有工作 那么他怎么会有一个这个路虎 Land Rover这么一个车子一个休旅车是怎么来的 这都是几代网民呢 大家很关切想要早一点知道答案的 那么这个说刚才前面讲说这个官媒普遍的说 这是一个重大社会案件 然后这个背景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北京青年报说 他说这个这个阳性这个阳性的嫌犯可能是因为罹患癌症厌尸 或者说是不满多次入狱而产生了偏差心理 因此会犯下如此严重的反社会行为 这让人想到中国今年在过去几个月啊 已经发生过好几起这种无差别杀人事件 这无差别杀人呢 这个名词是这几年才用的 可能是从日文来的 那么这个本来中国人都是称之为这个随机杀人事件 就随机杀人就是他手上有这个凶器 看到谁杀 谁到他面前他就杀谁 那么这个无差别就是 他不是像一个情杀或者仇杀财杀 他是有特定对象的 或者临时起义 那是人家把他惹火了 或他失去控制了 但这种无差别就是他就是就胡砍乱砍 那么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陕西榆林呢 就发生了一起这个杀人案 当时呢是都是国中学生 造成了七人死亡 十二人受伤 当时呢是这个凶贤呢 二十八岁 这个很快的就被被捕了 说呢这个凶贤呢 他曾经自己当年在校园里面遭到霸凌 所以出现了这种报复心理 这是发生在四月份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也发生了一个这种看人案 结果造成了这个孩子两死两伤 那么这个官方说法呢 说这个凶贤呢 他也是因为他自己啊 这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处于无业状态 或者叫做待业状态 所以他有这种报复心理啊 那么这个这种无差别杀人事件呢 日本方面已经有过很深入的研究 这个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日本当初是这个秋叶园发生这起事件 你看这个倒在地上的人 就了解当时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惨烈啊 然后这个日本呢 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说呢 这个这样的凶贤呢 基本上啊 他是个所谓的失败组 什么叫失败组呢 就是说再不就是他 现在这个找工作非常困难 或者是相当的一段时间失业 而且呢 在这个失业状态当中 又出现了很多这个不顺遂的事情 也许家人呢 对他这个可能期望太高 或者是别人对他冷言冷语 那么这是一种这个 报复心理 或者是这个仇恨的心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根本在求学的过程中间 就发生过很多问题 例如呢 这个学业不顺遂 或者在校园里边 当然在也可能 后来在职场里边呢 遭到霸凌 所以呢 就产生了一种对于社会的这种仇恨 而滋生了这种杀人的这种动机 但是除了这个人生失败组之外呢 还有一些呢 这种这个案件呢 不能叫一些了 这种事情最好一件都不要发生 发生了一件 就要好好研究他的背景 结果就发现了 这样的凶险里边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他根本是无忧无虑啊 风衣足食 结果呢 他就反倒失去了人生努力的目标 那么他就甚至就是用这个 对外界的世界产生一种麻痹了 那么他就想要寻找一种这个 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的刺激 那就动手杀人了 在日本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他就是觉得说 什么事情都平淡无奇 那我一定要做一点事情啊 我想让知道 杀了人之后自己是什么感觉 是什么一回事 你看你把这种这个杀人 当做是一个要证明自己存在 这已经是这个偏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呢 日本当初研究有一个结论就是说 千万不要把这种 无差别杀人事件当做个案看待 他每一个他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也许是个案 但是他们综合起来 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些内容 比方说他们未必是一个这个穷凶恶极的这么一个恶人 他可能是这个社会秩序 和这个社会秩序中间发生了这个很大 没有办法接轨 可能是他在现在这个生存的环境中间 他感到无比的压力又找不到这个宣泄出口 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中间 他长久以来是处于他难以适应的 这些就恐怕是在这个面对这些无差别杀人事件 大家感到悲痛 对凶贤感到这个愤恨的时候 恐怕有更多的要去深入思考 当那个背后不为人知的因素 好的 世界的中国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